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美国共和党议员准备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正面交锋 他们正在推动批准一项香港人权法案 该法案可能进一步损害美中关系 并可能影响中美达成初步的贸易协定 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列厄姆说 我们需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我们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中国以武力反对1997年达成的协议 我们将以最激烈的方式做出回应 上周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 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该法案的内容包括对香港的自治情况进行年度审查 以决定美国是否继续授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待遇 规定要对侵害香港自治的官员进行制裁 包括拒绝给予入境美国的签证和冻结起在美资产 向申请美国签证的香港民主抗争人士提供便利 美国参议院的发言人说 他不知道参议院何时会审议正项法案 白宫拒绝就该法案置评 不过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已成为美国两党达成明确共识的少数领域之一 两党议员在本届国会提出了150多项法案 旨在反击中国政府 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亚透露 他们还提出了许多针对北京的法案 白宫内部正在讨论其中的一些内容 比如收紧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和资本限制 以此作为打击北京的其他潜在途径 相比之下 川普在与中国达成初步贸易协定时 被指责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 同时他还赞扬中共政权及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格雷厄姆将自己对香港法案的支持 与他对川普从叙利亚撤军决定的强烈反对 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这一决定将为中国等其他专制政权提供了机会 这些政权会认为美国不支持香港 香港抗议活动引发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以导致议员们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要介入川普政府不会介入的领域 共和党众议员特德约奥表示 如果中国不坚持我们同意的标准 我不想与他们进行贸易 川普政府可能准备表明更强硬的立场 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 预计将于周四发表严厉批评中国政府的演讲 中国已经警告称 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 它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案人耿爽上周在北京说 这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和中美关系 也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川普推动 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 该协议将不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关税 同时中国将大幅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 川普希望下个月签署这项协议 这样可以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年 给农村地区深受贸易战打击的选民带来安慰 据报道 川普曾在6月份告诉中国主席 随着贸易谈判的进展 他将对香港问题保持沉默 总统后来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如果在中国领土发生任何糟糕的事情 谈判可能会受到影响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